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 在这段时间是最适与兰花生长 也是它生长得非常快速的一个季节 那么我们在养护兰花的时候 它为什么没有长出新芽呢? 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它现在没有长出新芽,不用急 下面就教大家一招,只用一粒药片 就能让你的兰花快速的冒出新芽 其实这一粒药片就是这个阿斯匹林 为什么要使用阿斯匹林呢? 这个阿斯匹林我们只要把它碾碎成粉末 之后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那么它就会生成了水洋酸还有醋酸 这个水洋酸具有抗菌以及防腐作用 并且能使植物气孔周围的纯形 保卫续胞闭合,让水分蒸发减少 而醋酸能预计植物体内呼吸过程 与传氧化酶的生物活性 让它的光合产物积累多了 那么就有效地保护植物中的叶片 不湿水分 从而促进植物快速地冒出新芽 快速地开花 我们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碾碎成粉末 因为它很难溶以水 那么我们就用一点酒精把它 彻底地溶解掉之后再给它交换兰花 这样的使用方法也是比较好的 我们一个月给它使用一次即可 如果没有这个阿斯品林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1M均原路来代替 因为这种原路呢 它里面所含的非常多的一些有抑活金 能增加盆涂里面的一些有抑活金 因为它含的酸量比较多 那么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适量的使用 要根据说明书1比1000的比例 给它吸吸水浇灌 或者是给它喷洒页面都可以 其他任何水酸植物都可以使用 就能要你的兰花快速地冒出秋芽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兰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